歡迎收看產業最前線 我是漢城老師 大盤禮拜五的時候 在平盤附近霞府的震盪 希拉蕾的民調又上升回來了 領先2到3個百分點 不過美國股市 似乎也沒有反應這樣的利多 呈現高檔震盪 大盤現在 其實已經轉為高檔壓力非常大 外資過去這一個禮拜 期貨的近多單口數 就減了高達3萬口 雖然先貨賣的不多 可是近多單口數 一下子減了3萬口 這是一個訊號 再來你可以看得到說 指數過去這一個禮拜 跌了200多點 形成周線上面的長黑K棒 周線的KD指標也從高漲下來 形成死亡交叉 這是過去差不多有5、6個月時間 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跡象 而且形成一個很重要的賣出訊號 叫做貝利 高檔的貝利 所以指數來講的話會持續的再做修正 這次美國選舉不管哪一位候選人當選 其實都有修正的情況 美國股市也要修正 台北股市也要修正 只是修正的多跟修正的少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大盤加全指數的周線圖 指數沿著這個叫三角旗形的上升 三角旗形上升之後 現在跌破了下緣的置身價位點 形成一根的長黑K棒 這個形成高檔的慢壓 跌破季線 其實過往跌破季線很快的都會拉得上去 可是這次跌破季線並沒有拉上去 並沒有拉上去 這個叫RSI MACD的柱狀體 這個是KD 指數一波一波的創高 可是指數一波一波的低點 並沒有在創高 這就是什麼 指數上面的高檔背離 KD指數也是一樣 MACD的柱狀體也是一樣 沒有再往上走高創高 KD指數形成死亡交叉 KD指數也形成死亡交叉 以周線的角度 以技術面的角度 以均線的角度 以形態學來看 台北股市現在都有轉空的情況 既然大盤轉空了 你的操作需不需要轉向 當然有的股票它會有逆勢 可是99%的股票它是順勢 它會順勢隨著大盤的回跌而下跌 有的股票跌升了之後會反彈 那要看它的基本面好不好 跟它的展望好不好 好的話股票才會彈 可是彈上來會不會又再跌下來 一樣的會再跌下來 所以當大盤轉向了 你想要在股票市場上可以賺得到錢 賺得到錢的機率高的時候 你就是要順著大盤的方向來做 現在已經11月 11月初了 離過年還有差不多3個月的時間 這3個月 你有沒有想要賺錢 如果不想要賺錢 那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想要賺錢 在這個過年可以更好過一點 至少過年的時候要花很多的錢 家裡的費用 給長輩的費用 給晚輩的紅包 我相信你要花筆錢 能不能在股票市場上 幫你賺到這個錢 那就要看你的能力 如果說你要逆勢做 有時候很難賺得到錢 當然有本事的還是可以賺得到錢 可是如果順著大盤的方向再做 我相信你賺錢的機率會更高 而且市場上有一句話 做空賺得多 做空賺得多 我今天跟大家講到這樣子 無謂的就是要讓大家 在這個市場上是可以賺到錢 所以大盤現在已經開始著落 回漲幅度到哪邊 還有一大段 市場上操作就是要會賣 也要會賣 會買也要會賣 會買低檔區買上來 你可以大賺 會賣高檔區賣下來 一樣可以大賺 尤其現在大盤剛翻轉下來 你要做大波段的唯有是什麼 去先賣股票 先賣股票現在才有波段的大行情 你想要買股票賺取大波段的行情 就要等下一波 所以市場上要會買 也要會賣 很多人不會賣 你看太陽人族群 這一波的走勢 這一波的走勢 誰抓得準 碩合我們是不是有買 有賣 會買更會賣 會買賺得到 會賣放得到口袋裡面 碩合買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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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就這樣一波上來 一波上來 從底部去一波上來 股金一樣從底部去 買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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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四次 股價是不是一樣 從股底去上來 來到高檔 我們開始再賣 股金24.5元以上獲利出清 碩合413元以上獲利出清 什麼時候 11月20號早上的10點13分 預金 禮拜四還大跌5.13% 禮拜五還續跌 已經跌回到起漲區 我們這邊買 這邊賣 這邊買賺一個波段 這邊賣 可以放在口袋裡面 讓你真的可以賺到錢 是不是要會買 也要會賣 賣完之後股價是回跌下來 跌到起漲區 起漲區 碩合一樣 這邊買 這邊賣 這邊買賺一個波段 這邊賣放到口袋裡面 是你可以真的賺得到的錢 股價賣完 是又下來回到起漲區 股票市場上要會買 也要會賣 當你要賣得很大力的時候 同樣的你要會賣 現在是法人盤的時代 如果你不會賣 很難賺得到錢 其實這個盤 你有發現到了 只要利多消息出來 它就是開高走低 利多消息出來 好的股票 它一樣開高殺下來 所以能不能在這一波 反而大盤要回跌下來 修正的同時 可以讓你賺到過年時候 你的發費的費用 漢陳老師來幫你 很多人我知道不會做 反方向的做法 但是你看到近期 T50反應 哇好熱啊 非常的熱 所以代表說市場上 對這種方向的操作 很多人已經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今天 提出這樣的一個論點 為了就是什麼 要可以幫你賺到錢 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再從幾個產業 是高檔下來的 有轉弱訊號的族群 來跟大家做介紹 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已經儀表 所有資訊盡在眼前 矩陣式LED頭燈 以科技撼動極致 新世代引擎 更大馬力 更地有耗 更震撼人心 The New Audi A4 科技直勝 月付9999 即刻入主 圓夢趁現在 計畫科技 定義未來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顧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可愛又安全的家畫好啦 還不行耶 要投保住宅地震險喔 那是什麼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 常常會有地震 地震 好可怕 那我的房子該怎麼辦 別怕 投保住宅地震險 就有基本保障了 要記住喔 有投保的房子 若在地震後全損 就要馬上跟保險公司報案 申請理賠喔 好 這樣我們的家就要保障了 大住宅地震險 守護民家園 全新Sketchers Go Walk 4建走鞋 流線 時尚 美型 避震緩衝機能再進化 Sketchers Go Walk 4 最完美的健走鞋 只有來自Sketchers 伊利斯爾 高濃度膠原蛋白 覺醒 濃縮的ED 讓肌膚緊實向上 資深堂新進化 膠原超緊緻精華 一起緊實向上吧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產業有分很多的方向 眾多的產業之中 我的產業的分別 也許跟你聽到的不一樣 很多人把產業歸納為一個 很多人又把產品認為是產業 可是不是這樣分 產業就是每個 所做出來的它的族群 PCB是一個產業 PCB版 那個叫做產品 那是不一樣的 PCB現在 第三季往往都是每年的旺季 第四季也會進入到開始 高峰下來的淡季時間點 有很多的產業都是一年裡面 會在循環 有的是兩三年一個循環 像低倫它就是差不多三年到四年 一個循環 太陽能這一波的循環 已經從去年開始一路下來 就從今年年初一路下來了 它的循環應該差不多兩到三年 可是很多的產業它是一年裡面 它就是一個循環 包括像瓶蓋股 它是不是一年一個循環 從差不多七八月開始 一路開始往上盤升上來 然後到十月十一月份就高峰 開始就又往下回跌下來 然後到明年的七八月又是備貨 開始又是拉到高峰 所以它每年會有一個循環 現在瓶蓋股已經進入到旺季的尾聲 這句話我已經連續過去這一個禮拜每天講 它已經進入到旺季的尾聲 很多的公司十月份是最旺的季節 最旺的時間點 有的公司會延到十一月 比如說像組裝廠 它會延後到十一月 那你覺得法人 他不懂這點嗎 法人他超厲害的 怎麼可能不懂這點 法人他都是碩士博士 研究股票市場二三十年的經驗 什麼樣的點 該出的點 什麼樣的點是該買的點 我相信這次的友達 你會看得非常的清楚 你會看得非常的清楚 友達 這一段誰拉升上來的 是不是就是法人 法人在即將要法收的時候 預估預期到他獲利非常的好 所以開始去買進 拉升上來這一波 這一波又是誰殺下來的 也是法人 為什麼 因為財報出來 法收完之後 劃力多 獲利數字超漂亮的 是不是一路殺 是不是這殺下來 現在法人操作 他就是什麼 應用他們的知識能力 卡位在之前 卡位在消息還沒有出來之前 你能比市場上更早 預知得到 掌握得到 先去卡位 拉升上來 他可以直接幫你拉沒關係 因為他知道後面有利多 利多出來的時候 反而在賣股票 股價是不是就一路殺下來 一路跌下來 他買在低點 賣在高點 開始一路殺 賺大錢 賺大錢 所以我說平概股進入到旺季的尾聲 他會什麼時候賣 他會進入最高峰的時間賣嗎 還是等到已經衰退了 衰退的數字出來才賣 賣到的最高峰一定是最漂亮的數字出來 那個時間點 所以10月份的營收 平概股很多都是最高點 最高點反而這樣的利多 是他們的賣出點 有的如果開始轉弱了 那會賣得更兇 那會賣得更兇 所以平概股 你會發現到說最近很多股票 已經開始沒有辦法再創高 反而都是一個頭部出來 一個頭部出來 這就是產業 你要從產業去看到 這一檔股票 他所處的位置 先下去領先市場操作一步 你才能卡位在別人之前 你才能在市場上賺得到錢 過去這一段時間不管是低潤 不管是Type-C 不管是太陽 我們的操作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不只是跟上法人的角度 而且是領先法人在做操作 這樣子才能讓你整個在市場上 安心又安穩的賺錢 所以產業是非常重要 產業是最源頭 產業才能抓到 這個股票的重點 以及現在的一個價位點 這幾天都跟大家提到大力光 大力光禮拜四下沙 沙尾盤跌了55塊 禮拜五的時候 盤中又跌了10塊錢 你可以發現到說大力光 大力光是股王 股王最近有沒有在創新高 沒有 這個高點是在9月份的時候 9月中旬的時候 連法縮出來都沒有再創新高 法縮不是說得很好嗎 數字不是也是很漂亮嗎 可是為什麼法縮出來之後 股價一路下跌 外資一路在賣 連賣了10幾天 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提到了 法人已經預期到 大力光最好的時間 也就是在10月而已嘛 現在10月份都已經過了 他不趁著這個時間點賣 他要趁著什麼時候賣 何況已經來到最高 最高接近4000塊錢 頸線的位置現在跌破了 那你覺得呢 他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直接跟你講 像大力光這種股票 未來現在10月份還沒有公佈 10月份也公佈出來 也許好也許不好 好的話稍微談一下就下來 不好直接殺 11月份出來衰退 衰退了怎麼辦 殺 第四季的財報出來 會比第三季來的衰退 殺 外資看到跌了這麼多 賣了這麼多 開始出報告 出看空的報告 調價目標價 股票會不會殺 殺 高檔下來 後面的利空 一折會接著一折 現在還有利多嗎 就算有利多 股價也談不上來 為什麼 你又發現到時候 現在很多股票都是利多 利多反而開高殺下來 所以這個股票 已經可以反向操作 它市場上的券很少 我直接跟你講 它券很少 可是有一種東西叫認受權證 有一種東西叫認受權證 而且它的空間更大 你可以去考慮 你可以去考慮大力光 不只是大力光 你看可乘 繼續殺 可乘是繼續殺 繼續跌 連PCB族群裡面的 包括像這個6269的台郡 台郡也好 這個高峰都已經過了 真頂也是一樣 真頂獲利還比較差 連外資買很多的 這個叫紅准 紅准禮拜五還拉承上來 可是這個頭部也越來越接近了 所以很多的瓶蓋股 很多的瓶蓋股 你在這邊的操作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 這是一塊 當然有的產業已經開始在放下來了 剛剛提到的報告像PCB也好 甚至今天報章雜誌還提到什麼 LED的族群 LED的競爭檔 LED啊 你看連晶電都破了之前的一個地點 雖然禮拜五稍微的彈升 其實這個彈的力道都不會很大 比如當股票彈的比較多 叫做什麼 逸光 可是逸光也留了上影線 留了上影線 因為它第三屆的財報還不錯 可是你看 它是LED裡面最賺錢的一家公司 都已經殺成這樣子破敵的 破這個近期的一個低點了 你覺得LED族群哪一檔股票最好 哇 有人說 叫做光紅 光紅最好 因為它股價很高 拉伸上來 光紅很好嗎 禮拜五 跌了2% 禮拜四是拉伸上來 尾盤的時候拉到接近漲停板 哇 看到大單一直在拉一直在拉 可是你知道嗎 光紅是賠錢的一家公司 賠錢的一家公司 從11塊多拉到將近30塊 拉了將近兩倍 誰拉的 有什麼題材可以讓它拉 跟嚴經的合作 LED的殺菌燈嗎 這樣的題材 就可以讓它漲這麼多嗎 光紅公布出來的業績 第三季的EPS是負的 負0.21塊錢 第二季還轉正 小賺0.05塊錢 可是第三季就又變賠錢 賠了0.21塊錢 前三季合計下來 賠了0.37塊錢 股價這一波 從11.15元一路漲 漲到29.25元 漲到這麼多 漲了將近兩倍 業績這麼差 那為什麼可以漲到這麼多 特定人士在買 你看這個都出量 這個也出量 再拉升上來 特定人士在買 昨天的這根紅棒 還拉到接近漲停板 今天開高又殺下來 開高又殺下來 它為什麼昨天要拉 為什麼禮拜四要拉 很顯然的 它是出不掉 出不掉要拉升上來 引誘你進場 引誘你進來買 哇 行情又要來了 又一波了 我還聽到有一個分析師在講 哇 你看我早上進去買 就可以賺到錢 所有的人都可以賺到錢 這種沒有本質的股票 現在 市場上 叫做過街老鼠 人人憨大 現在有一個族群 會跌得很深的 很多的 波段大跌的 就是什麼 沒有業績題材的 然後呢 只有之前漲很多的 如果配合到大盤 轉落轉空下來 這些主力大戶 要出貨 出不掉 它如果反手殺下來 會有多慘 會有多慘 你可以自己想看看 很多的股票 現在都是本質 你要看本質 人家說 跌時重值 漲時重視 對啊 這種股票 漲的時候是市啊 沒有錯啊 市啊 趨勢啊 趨勢是向上 所以它一路漲 可是現在如果大盤在修正 大家要看的是它的本質 所謂的本質是什麼 這堂股票 到底賺了多少錢 到底有沒有賺錢 到底有沒有前景 未來來講 可不可以再成長 這才是真正的本質啊 這才是真正的本質啊 所以這類股票 你說現在高檔剛下來 所有技術面也開始從高檔下來 開始翻空 那你覺得呢 它會不會有破斷大跌幅 會不會有破斷跌幅 當大盤開始走空 當大盤開始著落的時候 你的操作選擇方向是什麼 你可以一樣做多 還是可以賺到錢 還是可以賺到錢 有的股票還是可以賺到錢 我現在帶領會員 會員手中只有一檔股票 做多的只有一檔股票 叫做微剛 因為低熱的報價還在大漲 所以我只有一檔 做多的股票叫微剛 只有一檔股票叫微剛 其他的股票現在很少 而且現在準備要反手做 要了就是要讓你可以賺得到錢 股票市場上 反正不是做多就是做空 要會買也要會賣 既然他都跟我們講說 他要跌了 他要回跌下來了 那是不是跟著趨勢走 會比較好做 會比較好賺 做空賺得多 市場上有這樣的一句話 我不知道你反正到過年時間還有三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 你到底想不想在這市場上 賺到錢 賺到過年至少可以讓你很好過年的一筆錢 如果你想跟上我們腳步 我用最專業的一個角度 不管是太陽能的個股 一賣一賣 買點跟賣點是不是這麼漂亮 我們的第一段微剛 低檔區買上來 一波是不是也大賺 現在我們反而要賺 反向的大波段 你要跟上我們腳步嗎 你要賺取這個錢嗎 你要讓過年更好過嗎 如果要 下定決心 漢陳老師我來帶著你 帶著你安心又安穩的操作 讓你賺取 在這市場上你想要賺的利潤 我們用最好的一個能力跟知識水準 來幫你創造你的利潤 跟上我們腳步 我們明天見 請問 這會考 這也會考 這也會考 無人啊 我也是哆啦A夢啊 科技不用傳這麼多 現在也都用這 升學王超會考 集結全國中小學 精選單考試題 精準名端整段 精闢課程分析 兄弟愛愛惜 現在下載 榮民旗 這會考 這個也會考 這個一定考 娘 我也要超會考 要超會考不會自己去下載啊 升學王超會考APP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8-1000 2578-1000 以上是記者哨庭 在街頭的採訪報道 記者募集一場車禍 由於兩台機車相撞 造成三人受傷 車禍主要的原因 是由於跑車並排停車 小姐小姐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並排停車 我只是要去買東西 一天下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這麼嚴重啊 旁邊一下子 破海被子 請募並排停車 你的秀法 經過